台湾的纪录会用一类 二类 三类 来形容两个人的交往进度 我们日本人也有形容 交往进度的专业术语哦 那就是ABC Manyek MAX Manyaka Hello 大家好 我是 今天想了解台湾的几天好语 情人节又要到了 除了情人节这个节日 对于有些日本人来说非常重要 完全不能开玩笑 这有的日本纪录卫会 还会是想统一采买巧克力 非常深重 完全马虎不得呢 所以今天就有在下从日本人的角度 为大家介绍只有日本人才有的 独特情人节文化吧 进入大家最期待的节目内容之前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啊 有没有看到画面右下角有一个红色按钮 拜托大家帮我按下去 把频道订阅起来 就不会错过每周六三遍的最新台湾文化了 お願いします 2月14日七阳情人节 因为名字是Balentine's Day 为什么叫Balentine的说话很多 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说话 是据说在新闻三世纪的时候 古鲁玛皇帝分别在不同年的2月14号 出死了两位叫做Balentine的男人 在当时害怕四奔们假如结婚 反而会影响四季 所以禁止年轻男子结婚 当时觉得四奔们很可怜的Balentine 就决定偷偷外年轻男子证婚 被罗马皇帝知道后才被判入依处死 再加上2月13号到2月15号 是古罗马的陌生节 也是古代男子对女性表达情依的日子 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纪念情侣 表达爱意的纪念日啦 说到这篇 是不是对西洋情人节的由来比较清楚了呢 人家情人节竟然原本是西方的节日 在西方也流行送玫瑰花 为什么传道的日本 居然演变成送巧克力的文化呢 其实就跟在日本圣诞节要吃肯德鸡一样 都是广告商一手带起来的风草 1950年代开始 日本的巧克力制造生为了增加销量 开始制造出爱心型的巧克力 更主要的情人节是 女生送巧克力给喜欢的男生的日子 从此以后 日本的情人节就变成 女生对男生告白的日子啦 大家知道日本情人节是 送巧克力给喜欢的人的日子 但日本人最在乎的就是 整体结婚和谐了 所以到了1980年代 女生也会在情人节这天 对平常在职场上受照顾的男性同事们 送上一粒巧克力 表达自己的心意 而送给真正喜欢的人的巧克力 就叫做本命巧克力 假如反过来 在情人节这一天 由男方送给女生巧克力的话 只叫做逆巧克力 2000年之后 甚至还有送给好朋友的 KOMO CHOKO 也变成最后 2月14日这一天 就变成了含蓄的日本人 然后过巧克力表的自己心意的日子 除了送巧克力之外 相信大家一定在日记里看过 在毕业典礼当天 女生会更喜欢的男生 要制服的第二颗牛扣 假如男生也喜欢女生的话 就会把牛扣送给对方 对于透过送牛扣的方式 间接向对方告白 呜呜呜呜 情绪是不是很Romantic呢 但是 为什么日本人告白要送第二颗牛扣呢 送第二颗牛扣的文化 最早出生在1960年 KOMPEKI NO SORADO KUZAKU 日本电影里 故事背景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招 当时男女扣准备要重新出镇 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所以想要送给女主角 自己最重要的天生物品 这时候 男女扣就把自己中日服上的 第二颗牛扣送给对方 因为这个镜头实在太经典 在日本人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所以就被流转下来 之后应用在校园制服上 大家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不能送别颗牛扣 只能送第二颗呢 其实有几种说法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第二颗牛扣离心症最近 所以得到的这颗牛扣 就象征已经得到对方的心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制服排阔总共有五颗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行业 第一个留给自己 第二个象征最重要的人 第三个给朋友 第四个给家人 第五个只是给关系最丹的人 所以送出第二颗就等于 传得了自己的心意咯 虽然送第二颗牛扣文化 是日本人都知道的告白方式 但是根据日本问卷调查数据显示 真的在毕业典礼当天 去跟西方的人要牛扣的比例 十到十九岁年龄长只有九八 二十岁年龄长只有十八八 三四十岁也只有二十四八 不管哪个年龄长都在三十八以下 表示虽然大家都听说这件事 但实际上有经验的人 却意外的非常的少 日本问卷进一步调查 得到第二颗牛扣之后 两年的发展情况 结果发现第一名将近五十八的人 竟然没有特别发展 二十六八的人有发展到交往关系 但是最繁锁了 十八八的人只是毕业后 还有继续保持联络 只有三八的人是持续交往中 甚至已经步入礼堂 看样子即使得到第二颗牛扣 两个人之间会怎么发展 还是充满变数呢 既然都告白成功了 接下来总算进入交往步骤啦 听说台湾同事说 台湾的情绪会用一类 二类 三类 来形容两个人的交往进度 哦呵呵呵 如果这么巧 我们日本人也有形容 交往进度的专业术语哦 那就是ABC 什么是ABC呢 就让老司机来为大家讲解吧 A代表Kiss B则是Petting 也就是台湾人说的三类 最后就是C 这是什么意思呢 嗯 台湾术语来说 就是跑回本类的意思啦 但老实说 这个说法在昭和时代比较常用 据说现在年轻人 已经不用ABC来代表 R是最新的HJK H代表先发生肉体关系 I 则是爱が生まれて 也就是有幸生爱 J 则是Juniorができて 也就是不小心有了小孩 最后台湾是K 就是结婚する 哇 这是以前的年代 完全是不敢想象的一件事啦 当然不能代表 所有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 但是似乎越来越多人 能够接受这种观念 再找我思想还是比较老派 比较糟糕一点啦 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日本流行用语 大家当作真的就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关于日本的情人介绍知识 大家觉得如何呢 有没有对日本的情人介绍更了解了呢 大家还想了解哪些日本文化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才是有机会 就会跟大家介绍哦 另外 我们也在脸书成立了 自己的日本选务社团楼 人选来自日本各地的特色商品 只送台湾 欢迎喜欢日本小物 日本商品的大家 在FB 搜索米其shop 联署社团 进来乖乖乖乖 喜欢这次影片的话 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我们下个座 把钱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让我丢认一下 FLIN 我们下个座 我们下期 如果还有云都在一起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